今天可能會超過 我們先用五分鐘來報告 參與路會所改建 我們會播放影片 我們請會所整修的設計師 我們的園姊妹來渡交通 感謝請 好 用五分鐘 然後我們再請文超跟敬業 來頒發這個連長的紀念品 然後我們報告一下我們的散會 然後還會照相 會這些照相 那我們的便當會放在一樓 每個人有一份有期待會帶我回去 感謝主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慢慢的散會 好 然後我們先請別準備 我好像來到這種地方耶 我好像來到青年人的地方耶 因為我一直在服飾青少年 一直在服飾青少年 我想說今天我要來參加長青聚會 不知道什麼樣子 一來齁 是真的讓我嘴巴沒有贏過 笑口藏開 所以我現在就知道 為什麼連長的叫做長青法旺凡 真的在你們身上 實在看見 都不是歲月的問題 都是新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新人裡 有基督 做我們的生命 有招惠 做我們的生活 因為有這樣子的意象 讓我好像參與教會的整件工程 因為我覺得弟兄姊妹 不僅有基督 更要有一個生活 讓我們的生活是基督化 基督呢 以生活化 是基督和我們的生活 都調在一起的 所以我就很感的 今天看到了我 我就跟弟兄那些 我就想到我28年前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第一通電話 結果說我們叫吳俊英 他 我回到家11點 那麼時差還沒有弄過來 是早上8點 就打電話到我家裡 我叫吳俊英還記得嗎 他說我是吳俊英弟兄 我們教會啊 現在在河東那個地方 買了一個會所 姊妹你能幫忙我一下 沒多久 然後蕭基睦弟兄又打電話過來 欸你怎麼呀 我們那個飛機路啊 要幹會所 請你幫我們一下 我想說 他們怎麼知道我回來啦 我回來是奧秘耶 我就問他 我說你們怎麼知道我回來 我們從一個月前就已經打電 你要怎麼做回來了 所以也因著他們這樣子 關心教會的一些事物 那我呢就去掉了 我本來是路過台灣要去馬來西亞 我看文教書的 那因著教會的工程 所以我就沒有再去馬來西亞 卻留在台灣做一些的教會的感進工程 所以到現在都不敢講28年了 真的我們都老了 但是我們是常心發望 阿們 阿們 所以在建造的過程裡面 我是在很摸索一句話 就是 我樂意讓我們和他 神樂意讓我們和他一起同工 那使我在這個參與建造的過程中 自己也被建造 阿們 讓我得什麼更大的益處 阿們 也就是和神擁有更多緊密情深的交通 阿們 你知道在這個改建過程裡面 非常非常的難過 我不是一個公司 我是一個人 我要handle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事情 就像這個會說 有17個工種 不是17個人 17個工種 他就有很多的繁複的事情 每一次我一來 這個找那個找 設計師那個 我要處理不完的事情 他要怎麼來做設計 怎麼來處理 調配 所以在建造裡面 我非常誇張 就是佩達 阿們 佩達 佩達 神的建造 建造基督的身體 佩達 非常的重要 如果一個環節失了空 沒有好好在這個 進上他的功用 沒有辦法建造 所以神一直在這邊說 敬造基督的身體 是他永遠經倫的目標 阿們 感謝主 我們都在這個目標的裡面 阿們 我今天非常有幸 這個地方 花了兩年 整整兩年前的五月 到今年的五月 整整兩年 阿們 這個地方 本來是從一個廢墟之地 等會你們看那個圖片 你就知道 可能你都聽我們也來吃過牛肉麵 你就知道這邊的環境 所以當我答應他們要來做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有意向 我覺得這個地方實在太好了 地點好 小港的醫院 也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 參與大學也在這個地方 附近滿了 新建的高樓大廈 實在是一個很棒很棒的魚市場 阿們 今天我們就是要做得人的工作 阿們 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 阿們 所以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在講解的時候 一方面 感謝主 我覺得是榮耀歸神 阿們 我只不過是神的一個器皿 阿們 讓神在我裡面 滿了啟事 滿了智慧 讓這個建築物 能夠榮耀獻給主 阿們 阿們 好 我們就開始了 阿們 當大門上的鐵捲呢 緩緩降下 高高外面的柱頭上的招牌 燈箱亮了起來 也意味兩年的小港會所工程正式畫下的據點 寫著高雄市招會三明路會所 藍色招牌的 在夜空中 在夜空中 越發顯得明亮 感謝主 阿們 既在高雄小港區 又多了一處基督的見證 並在此發光照耀 阿們 這就是我當初來看的一個面貌 它實在是一個廢墟 我說是一個蜘蛛網片蠻的地方 這就是要原來的情形 這是過程 滿了基督的同在 與基督同工 這是我們當初 沒有五月之前 會在這個地方做一些的討論 這是兩位負責弟兄 非常非常的關心 這個地方的改建 這是我們在坐 電梯 電梯就花了五個月的時間 因為它要綁鋼筋 還要等這個混泥腿 一層一層蓋起來 這個都是施工的情形 也很感謝主 主給我們一些非常好的 這個人還竟然爬到 非常跟我們配合的一些好的工人 雖然在疫情 物價上漲 工人難找 但是主還是紀念他的招會 讓我們順利的完工 蕭基兄是每天來 不管他在哪 花工下雨 他一定要來看一看 這是我的 工人跟我三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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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些 這是大門 這是在做前面的 好這是完成的面貌 好這是完成的面貌 咱們 好這是 好這是 藍色的趙拜登 開始發光照耀 好這是他的內部 好這是他的內部 好這是就是現在你們的會場 他大概有五十五坪 這是從二樓 二樓這邊有可以用喝咖啡的地方 所以他這個跳到 這個人非常安息了 因為完工了 這是我們做的電梯 這是我們做的電梯 這個就是你們剛進來的兩個大門 這個地方有喝咖啡的地方 有左邊可以交通的地方 這是有點改建 好把多餘的 這是弟兄 弟兄之家 有四間套房 這是改建的廚房 這是禁室 還有旁邊 左邊有兩間更衣空間 這是我們的地下室 當初我來地下室的時候 直腿是趕走一拜 這是姊妹之家 那我們現在又 這是接待房 你姊妹可以 如果接待的話可以來 這是我們改建的 本來他是蓋滿的 我們把它退縮進去 把它退縮進去 那後面就會有更多的五樓 所以五樓的陽台 五樓的陽台就很大 所以他們年輕人很開心 一來說 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烤肉 可以來唱詩歌 我們的地下室呢 還可以有 還可以有 這是也很懷念的點 他也每天會來 滿意嗎 你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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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懷念 他們這兩年的時光 說慘不長 說短還真不短 滿了 滿了心酸 但是主擦乾我 暗中的眼淚 在人的軟弱上 在人的軟弱上 他加力加恩 讓他的能力在我身上 扶批我 所以說短的經歷 這二十八年 我大概也做了 超過二十八個會所 比重來 但是感謝主 榮耀歸給神 建造基督的身體 這是我們的目標 天啊